好啊 輝哥 其實我想問一下你 其實每一個的演藝術 就算你寫小說 文行作品 其實都跟自己的經歷 grow up 其實是分不開的 其實你的成長怎麼影響到你的 比如你看視野 看視野的視野角度和你的創作呢? 我有真是深刻的想一下 究竟自己是在一個什麼的泥土那裡成長出來 如果要很簡單介紹的話 我是出生基層 屋邨仔 跟著爸爸駕駛的士 後來我爸爸病了之後 我就take up了的士 所以我有一段很長的時間 就是一邊讀書一邊畫畫 但是其實在一邊就是駕駛的士 那樣 那段日子有七八年的 那個我現在回眸的時候 就會覺得 那個真是令到我和香港這個地方 是真的連結得很厲害 就是說呢 以前呢 我簡單到就是 一路對著一部的士 然後我可能每天就拍一些照片 然後回去就拿一些照片做為草圖 繼續畫畫 那這個是很個人的一件事 但是從觀眾看起來 無論是藝平人也好 或者話樂也好 甚至一般觀眾就會覺得那樣東西很香港 那我以前是很反感的 就是覺得這個 我不是故意賣弄什麼風情啊 只不過是我預實地報道 預實地去描繪我自己的生活而已嘛 但是後來就會覺得其實是走不掉的 就是說呢 那樣東西已經是我生活裡面 那所以就算我說只不過是講我自己的生活 但是其實那個是充滿了香港的得性在那裡 然後就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反而一路畢業 反而是沒有什麼壓力 因為一早已經處理了生活的問題嘛 有些人經常都會問 啊 你讀藝術的 讀完之後 你不怕武功做嗎 又或者會不會開不了飯啊 但是很早這個的士的經歷已經令到我解決了 我要考慮的經濟問題 這樣 所以 因為你儲了大塊錢 是不是呢 啊 儲了大塊錢 這個到現在都是的 就是這個的士行業 你除非是那些大車行的而已 如果不是的話 你只不過是徐波逐漏 擔驚受怕這樣 就是一個 為什麼我會說 炸的士的經歷呢 其實最厲害的時候就是沙士的時候 就是當年 因為全條街都沒有人的嘛 其實我們現在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 沙士的時候你讀書嗎 畢業的啦 畢業的啦 所以是橫花很多年的 那段時間 但是就是 你想一下那些 整條街都沒有人 跟著沒有的士司機開工 但是你供著那部車 供著的士牌 那你可以怎樣呢 那你唯有就是那部車 不要就這樣閒置在那裡 你就開咯 那所以 那個是 令到我跟這個行業 或者跟香港 是很連結在一起的一個經歷 所以 後來即使已經離開了這個行業 賣了一部的士 但是 我每年都會有一兩張畫是畫這個主題的 那其實對我來說都是一個記錄 又或者 就算是同一個主題 但是我用不同的方法 就是我的畫畫都會一路成長 一路不同的嘛 那我都對自己來說是一個記錄來的 所以就從那段時間開始就想 會不會有可能全職去做藝術呢 那我覺得是 當時來講 我覺得是有分別的 就是說 我見前輩有很多都是 叫做兼職這樣做藝術 就是說 他可能有一份正職 或者他就算是做 freelance 但是他都比較多的時間是要做 freelance 正職的工作這樣 但是那時候 我們就開始躲進去工廠裡面 找一些廠房 所以我就想火炭這樣 當時你說是經濟不好 但是也都是租金比較低的時候 就搬進去了 然後就在工廠裡面 就整班流羅 躲起來就做自己的創作 當然有一些就是 真是studio base的 所謂studio base就是 你真是做一件事出來 做一幅畫或者做完雕塑 真是需要有工作室的 但是也有一些是 原本也不需要studio的 就是你做一些概念藝術的 你每一天就是在床上看書 想東西 喝咖啡 吃煙瓶 就是有這一類型的人 但是其實有那個空間呢 反而也會令到這些類型 就是我這些朋友呢 是在那個 我剛才說這個泥土裡面成長的 就是說即使你看起來 不需要實質空間 但是事實上就是因為我們 前後幾屆的畢業的同學 就找了一些廠房 在工廠裡面就開始做我們的創作 是被 醞釀了一幫這樣的人出來 所以我不單止我自己 我前後幾屆很多同學 後來都是成為了 叫做全職的 做創作的人 這個也都 你說跟我剛才說的 駕駛的士那個經歷有沒有關係呢 其實都是側面的見證了香港的不同轉變的 香港有經濟不好的時候 但是經濟不好的時候 就是我們可以租得起那些工廠的時候 那段日子就是醞釀了一段時間 在工廠的工作室裡面畫了一堆畫 或者做了一堆作品 甚至醞釀了一些想法 後來我們也有搞到這些工廠裡面的開放日下 就是我們叫做火炭 我們把火炭的火炭加到企人邊 就變成了一個藝術工作室的開放計劃 那我持續了幾年 後來又高高低低的 後來我就退了下來 那還有 也都是現在那個文化政策的問題 如果說得大一點的話 就是說 當時反而沒有什麼人管 我們都民間underground 在地下就搞了一些活動出來 那現在就沒有underground了 那所有都是在太陽底下這樣 反而開始 我為其他的工作吉丹上去 就是說 這些變成了觸目的事件的時候 大家會不會 最初就可能怕租金升 但是後來就怕會不會違規 所以最後我也覺得要推下去了 所以這個 我知道零零星星都還有一些工作室 繼續搞一些開放日的 但是都存在一些違規的問題這樣 是 是 是 譬如你那個經歷 就是對你的創作 你就是以本土為主 先問一下你 譬如你的電影創作 其實一直以來 你很多都是和電影有關的 但是你最近 現在新的那個 做那個的展覽 永遠在目前之後 那個就完全不一樣了 那個是 可不可以叫做Playful一些呢 就是塔羅牌那個 其實應該這麼說 其實畫面上 其實兩者都是好像Playful 但是在之前的電影創作裡面 其實有很多意識形態的東西 你透過一些Quotes 因為文字就更加具象 一個的電影片段 一個的 好像你後面周星馳那個 那個 是 不過我其實看不到這些字的 但是我猜 那時候我看過你那個 就是說 老友你是不是說用這個 不是的 不是的 另外那張就是用人民巨碼香港去舉 好像不是的 這個應該是特務007那個 是 這個是這個 一張刺紙一條底褲都有它的作用的 是 是 那這些就是 真的那對白 就是有很多人都有共鳴 還有 是很直接的一個表達來的 那當然 我覺得有不同層次的閱讀的 就是說 你可以讀了一個對白 然後 定回了那個意思 你知道電影的時候 你就會有不同的想法 原來電影說什麼的 我拿這句對白是什麼意思的 諸如此類 然後 你可以再看畫的東西 你怎麼用這個方法畫呢 但是 始終 那個都是比較直接的一個表達來的 那我就 一向都想有不同的方法 就是說 其實都想有個改變就是 如果我做一些沒有那麼直白的作品 就是說 未必是說 那個訊息 那句文字是說了出來的 甚至 如果我 連我自己都未必知道 那幅畫是說什麼的呢 那所以就開始玩這個塔羅牌的遊戲 那還有 也都 好像剛才那節那樣說 就是 現在這個年代 很可能我們未必可以這麼直白說一些說話 那如果要 用另一些方法來講的話 有什麼方法呢 我都說 為什麼我們現在每年都會這麼想聽到 車工那些簽文呢 其實我們就是要 需要有一個語言 需要有一個比喻 需要有一個故事 我們每年都會由車工那些簽文 就預視了一些東西 或者有一些聯想 甚至有一個傳說就是說 車工那些簽 求簽的時候呢 是拿走了一些下簽的嘛 那就是說 因為那時候何永平 是不是 我記得那時候就是何永平 抽了一張下簽之後 就據說民政事務局 就把所有這些下簽都抽過了 但是 何自平 是的 何自平 話說回來其實我和何自平 我不是和他認識 只不過呢 我在紐約的時候呢 我有聽到他的審訊 你去聽嗎? 是啊 是啊 你去聽嗎? 哇 你唯一的香港人這麼支持他 你去聽 這樣可以展述一下 我還在那裡 因為他就這樣坐在我前面 其實我摸到他 當然我沒有這樣做 然後我就好像法庭新聞那樣 我就畫了他的背影 已經簽受了很多的背影 Anyway 這個是題外話 我想先說 那為什麼你那時候會有興趣去聽 何自平這個審訊呢? 當然我想知道 還有我剛好那時候有個記者朋友 他說他都去聽的了 你有興趣的就一起進去聽 那我就拔沙尾進去去聽 那我剛才想說的就是車工 那你已經拔走了一些傳聞 那就是說你已經掩了車工半把嘴了 他可以用的詞彙只剩一半 但是我們覺得 哇 車工厲害的地方 他掩了半把嘴 把他可以用的詞彙掩了一半 他還可以這麼準確地 講到一些故事給你聽 那這個 就是我覺得是一個比較容易的 讓大家明白為什麼需要借助 一些好像是神力來去再講我的故事呢? 那當然我用塔羅牌其實我不是 我原本不懂的 我不是要求神問福 又或者不是要一些亂神怪力來幫我畫畫 我當他圖像閱讀而已 就是說當然很多人去講塔羅牌的時候 都是這樣告訴我 就是說他不是說他幫你占卜一些東西 而是你其實心裏面有一些答案在那裡 你在閱讀那些圖像的時候 其實是幫你找回你心裏面的那些答案 那麼這個都幾是 講的如果不是直白地講一句對白 而是講一些再內在一些 再潛意識一些的信息或者想法的時候 塔羅牌其實是幫著一個讀牌的人 來講他的故事 那麼當然了 畫畫來講其實我是 閱讀那些圖像 同時間其實我也都是賦予新的圖像 到塔羅牌那裡 所以這個是好視覺上面 是很畫畫的事情來的 我想問一下 你以前很識力場的的士 我相信你應該會再畫 但是是不是電影那些 這個series你就 已經是成為一個chapter 你已經不會再做呢 我沒有特意宣稱說我不做這樣的 因為那個好像 哇 是不是就是說 這個不再供應了 然後就會令到那些價格會不同 就是我不是 絕對不是想做一件這樣的事情 但是我覺得這個是很自然的 就是說做創作的 你有新的想法的時候 你就會不停的追求一些新的東西 但是同時間其實都是一個現象 就是說我在這裡畫香港電影的時候 同時間其實香港電影都好像在消失著 就是這個當然這個已經是很久很久之前的討論 但是我再看回 我就算今天再去畫一部電影的時候 那部電影原來是二十年前的 或者三十年前的 就是我 就算不是做創作 而是我作為一個觀眾 我都好像覺得 電影這件事在我生活裡面 開始消失著 當然我絕對不想這樣 但是事實上就是 你連戲院都進不去 現在 我們在生活裡 其實提供了很多 所以這個 在我的創作裏面越來越少 是一件很自然的事 我明白 但其實你現在是在摸索另一個新的系列 但現在這個塔羅牌應該未必是你 好像這個電影那樣可以成為你很標誌的系列 可不可以這麼說呢?你還在摸索 我原本都沒有想著公開的 原本是一個自己玩的遊戲 甚至這是一個跟學生玩的遊戲 因為有一部分的畫其實是我和學生 我在中大教一科遊畫 其中一張畫就是每人抽一張塔羅牌 然後你就拿著那張塔羅牌 裡面有角色也好 無論什麼意思也好 你就拿這張塔羅牌在別人的畫上畫 最後你的結果就是在美畫上同一些圖像 然後才在那些圖像發展一張你自己新的畫出來 那個其實是跟塔羅牌可以你說是跟牌原本是沒有關係 但是其實它是一種月圖圖像的方法 將那些原本風馬牛不相及的東西串聯成為一個新的故事 這個原本是同學家是一個遊戲來的 慢慢慢慢這個遊戲玩到我自己都覺得非常好玩 然後就畫了很多張畫出來 所以但是就是說我原本不想著是一個系列或者不想著發表的 不過創作很多時候都是這樣的 尤其是原本沒有任何意圖的創作 反而是最好玩 也都是令到創作人最嚮往的 結果現在就是剛剛這個展覽有四十幾張這樣玩出來的畫 但是這個主題是不會成為一個 好像你後面那個電影series一個幸常 就是一個最後那麼久的一個主題呢 是否可以這麼說呢 不知道的 不過我起碼有個計劃就是 塔羅牌原本七十幾張的 那我就會將七十幾張完全畫掉它 所以這個是在我計劃裡面的 就是我剛剛那個展覽有 只是畫牌 我畫這七十幾張裡面我畫了二十張這樣 那所以這一樣是ongoing的 就是說我最起碼最起碼我一定會完成了七十幾張 那個就是將塔羅牌的圖像 連結了一些香港的元素這樣 就是我想幫香港畫一副完整的塔羅牌出來這樣 那麼 起碼我會完成這件事的 那麼這個過程裡面會不會衍生了其他東西呢 就不知道了 但是這個未知也都是 令我自己期待的 但是你說畫很快的 不快的啦 不過 我如果要計上來我算是多產的 就是說平均一年我都有幾十張作品這樣 但是我都不算是說 哇 就是有些很瘋狂的 一百幾張甚至更多這樣 但是畫始終是一件花時間的事 所以譬如剛剛你說這個塔羅牌 其實再想回原來已經經歷了 差不多四五年才出現的一件事 就是我看回原來我第一張畫是2017年這樣 那不覺不覺其實它都經歷了幾年才變成一個系列這樣 但是2017年那張你這次又拿出來在Garry那裡做展覽的? 有的 有些是橫跨幾年了 哪張是2017年了 我很想知道 甚至不止2017了 譬如有一張畫很厲害的 那張畫其實是一張舊畫來的 所以更早於2017年 那個是我在08、09年我住在 我住的那間屋來的 意大利西西里我住的那間屋來的 所以我很記得 我回來香港的時候 我就純粹想記下那個地方就畫了那張畫 但是畫完之後我就覺得 自己在那裡懷面一下而已 所以我就把它放在那邊了 所以那張畫起碼是十年前的畫來的了 接著我畫這個塔羅牌的時候才再拿出來 所以如果要計算的話那張不止2017而已 可能是十年前開始畫的 我想問一下其實你是一個旅行得很密的人 是不是?我聽你說你周圍去 每一個地方周圍去住一段時間 你過去的圖案都是這樣的? 我現在是一個旅行得很密的 但是這個也都是很多做創作的人的一種生活模式 甚至有些比我更多的 就是兩個月就去某個城市 就是去做一批作品 甚至以這件事為生的都有的 那我都只不過是 比如說 對上一次在紐約畫廊那裡有個展覽 那我就會去那邊 甚至有一部分作品是去到那邊才畫的 所以創作是一個留在那個地方的一個最好的藉口 甚至是很快就已經融入了那個城市 因為好像上班那樣回來的 每天就去工藥室 然後晚上回去煮飯 那這個也都是 就是我剛才說那個泥土就是那個養份 是最快吸收到不同地方養份的一個方法 但是其實你會不會想著 就是以後的日子可能真的有一些藝術家 還有你知道這段時間有很多人都走了 就是有些時候譬如好像我的行業那些 這樣做媒體那些 就是一聲大家都好像已經很不見了 那你會不會就是這樣 你會不會離開呢 我想像不到如果離開香港這個土壤 我的創作會是怎樣的 就是當然一般大家會想的就是生活上面的東西 但是如果我多一樣東西叫做創作的話 就是我創作和這個地方的連結是這麼強的話 雖然說以前我一向都會去很多不同的地方 那我會去說一向香港去畫畫 留幾個月那樣 但是那個和香港是沒有斷絕到的嘛 即是說我總會覺得是會輩家的 或者我總會覺得這個是我的根來的 但是就是我也好 我認識的很多造創作的朋友都好 就是要連根拔起的話 我想很可能會有一段很長的時間 什麼作品都做不到出來都不停 但是剛才跟學生講起Mark Rothko 為什麼我特意都提他呢 就是他都是小時候從俄羅斯走爛出來的 Mark Rothko是一個什麼畫家呢 就是二次大戰之後在美國紐約冒起 叫做抽象表現主義的畫家 就是不會用這麼專業的terms 就是說他畫那些單式正方形很大的張 然後就掛在那裡的時候 我們好像被那個顏色吸了進去的一個 他是一個猶太人來的 一個猶太藝術家來的 但是我提他就是說 尤其是這兩天在烏克蘭 我們看到的畫面 剛巧和學生也提起 這個由俄羅斯走爛去到美國的一個藝術家 我也可以用他那種歷程來想回那個土壤的問題 就是他是一個很典型的那種猶太人 就是讀書的那種猶太人 就是讀書啊 聽查夫斯基啊 就是古典的文學啊 作為他的創作這樣 這個東西似乎也都是和他的根是有些關係的 但是同時間他當然他也是很小時候就已經去到美國了 二來就是他也都是在那裡咬了一段很長的日子 就是經歷了30年很窮困的創作的生活這樣 才知道後來就飛黃更辣這樣 但是我覺得 是就是要和你自己的家鄉的根根拔起 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 又或者是令到人是會有一段很長的時間的 抑鬱也好 又或者無所適從做到創作 甚至你要花很大力氣去適應他的生活這樣 但是那個內在的東西是很難改變的 好像我說這個藝術家這樣 他最後畫那些 會將一個人塞進去那塊顏色裡面 其實是一些精神性的東西很內在的 那個我覺得也都和他原本的文化 和他自己的修養是很大關係的 就是他無論他對於哲學神學 詩、音樂、神話、人民學 諸如此類這些的學樣 那些東西都是不會改變的 都是他的養分裡面的 那所以我也都看到有些離開的朋友 但是我想一些很內在的東西是不會改變的 如果你再問我個人的話 我會覺得我的適應力是很強的 就是說我剛才都說了去到每一個地方 我第二天就已經是回到工作室畫畫 就是連那些jack leg都還沒有適應 但是不是沒有的 可能遲鈍了而已 就是畫畫畫幾天的時候才發現 咦?原來眼睛是會眼睡的 但是就是因為有創作這件事情 令到我其實每去到任何城市的時候 是很快很快就會投入到那裡的生活 但是這樣說為什麼會這麼神奇呢? 關創作什麼事呢?其實就是 那個是跟他們同一個節奏生活 就是說有件事在那裡要完成的 就是畫那幾張畫 這個好像是一個工作 但是事實上也是我生活的一部份 而這個事情要在那個城市做的時候 我很快就已經不需要想很多額外的事情 不需要做很多額外的事情 就已經跟他們一起同步生活著 所以如果你問我個人 會不會來這個城市 會不會去到另一個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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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這麼強的適應力 所以必要時真的要 這樣連根被拔起的話 我都不會覺得是一個太過痛苦的一件事 這個你覺得會在一個什麼情況下 你會選擇離開呢? 我自己的紅線都越來越坦越低的 以前會覺得這樣的事情都會發生的 真是不可忍受 結果發覺原來親歷其境的時候 又會再退下一點 忍一下又多一點 忍一下又多一點 溫水煮蛙 連自己都覺得 自己明明在被人煮的都會覺得 都OK啦 真的是什麼情況呢? 如果連這些這麼軟轉的表達都不行的時候 又或者你發覺 有些情況就是原來是會 如果你要去瀉脫了你所有的能量 所有的精神 去做一些完全毫無意義的事的時候 這個就未必是可以再停留的地方 但是這樣說還是很虛 事實上是真的不會有一個很清楚的指標 你什麼時候可以留 什麼時候可以走 我覺得其實剛才那個都不虛的了 其實那個是自己最清楚的 就是這個 如果我覺得我在這裡 在虛度光陰的時候 就沒有什麼必要再在這裡 人生很短而已 所以這個其實我是理解的 那你會繼續做創作 香港暫時都是你最想留的地方 你有沒有兄弟姊妹呢? 有 有 這個家裡人都是在香港的 但是他們都沒有人離開的 家裡人沒有 親戚有 朋友有 我想這個很正常的 很多人都是這樣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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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香港現在暫時都是你 就是最想留的 或者最不捨得走的地方 嗯 也都什麼呢? 因為之前工作的關係 所以可以在不同的城市流過 那我會覺得 這個是做藝術家 沒有什麼可有的好處來的 就是說藝術家有很多壞處的 就是申請不到信用卡 做不到留育案件 做不到留育案件 諸如此類的那些事情 就是在香港 是的嗎? 我不知道這件事 因為什麼嘛 你在香港如果你 不要說只是做藝術家 你只要是沒有一個 Regular的月薪 你就已經做不到這些事情了 那你做畫畫的 你怎麼會有Regular的月薪呢? 這個很簡單的 很簡單的原因來的 但是 就是 做創作或者用藝術家這個身份 其實有很多城市都很歡迎藝術家 所以這個是做創作其中一件好處 就是說你在不同城市掛單 你在不同機構掛單 就是非常靈活的 我覺得 你講完之後 我覺得 張國榮 你記得哪一套戲? 《無腳的雀仔》 這件事 我不敢把這句對白套在我身上 這句對白套在我身上 是完全另一個意思 不是 這套是什麼戲? 《無腳的雀仔》 《阿比正主》 《張萬勇》 Yes yes 你是不是張國榮為來的? 我根本 這些戲 我每一套 起碼看過20次以上 如果不是這樣 我怎麼會記得所有對白呢? 那你是王家偉的粉絲 是不是? 你那個導演你特別喜歡的呢? 其實很多的 你說王家偉 當然他的風格 作為畫畫的人 他的顏色 他現在全弄成了 其他 中國警方寫 他說他看不去 比如我們剛剛做另一份展覽 我畫了幾張關於 杜臟峰的電影的畫 杜臟峰的電影也一樣 那些他那些預言比車工更厲害 是啊 所以我就說你畫文章 你不畫黑社會呢? 黑社會 我有畫 另一張是畫黑社會 哦 是的 是的 張家輝吃了一隻匙羹 是啊 是的 那張畫就特意是把吃匙羹這個動作 其實是說現在的香港人 幾難捆的你都是會捆掉它 要捆掉它 這個防疫這樣 無論加他去高灣 幾難捆的 我們都會捆掉它 是啊 杜琪峰的電影又充滿了預言 當然啦 我某程度上 我畫畫畫面的時候 就是把我的說話塞在杜琪峰的電影裡面 但是我就不相信 杜先生是沒有深思熟慮去想 那些情節出來 無論你剛才的文章 另外就是 另外一些情節也是 你這個吃匙羹這個挺好的 挺難捆的 沒想過要捆匙羹 哈哈哈哈 你這個閱讀挺好的 因為香港都是一個 如果用聖經的話 就是這個大衛和哥利亞的比喻 就是一個這麼小的地方 這麼小的 沒有反抗能力的人 但是面對疫情的時候 你這個反應是什麼呢 就是我都不會趴下 不會跪下 我就硬吃那些匙羹給你看 我覺得這個精神 雖然現在都很喜歡大蝦世 但是你看到那些小的都不是很小的 你看到Ukraine都很抽搭的 就是他那個總統都 就是人家說他是演員 但是都很有吉時的 就是跟他以前的職業沒有什麼關係 是啊 我都不停在找回這些 無論是電影也好 這個古話也好 這個以小勝大的場景 對於我們來說 或者你現在看到烏克蘭來說 都是一種很重要的比喻 是啊 我很期待你接下來的展覽 這次這個展覽之後 下一個展覽是什麼時候呢 接下來 我不知道說得了沒有 我自己就在比利時期的展覽 不過那個太遠了 我自己都去不了 接著我在Parasite 是會有一件作品會去展的 接下來還有另一個 但是我不知道說得了沒有 但是就是會透露一點點 就是這個香港藝術館 有一些藏品會來到香港 我會做一些作品去回應的 不過我不知道可以說多少 但是大概就有這樣的預告了 那是幾個月份呢 這個 如果是成事的話是年中的時候 六七月的時候 但是你知道現在 不知道所有事情都不停向後退 這個阿巴斯爾三月又退到五月了 是不是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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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 但是沒有了 因為主席要來的 七月要來 他七月之前一定要清洗太平地 再有病毒去死感 這樣啊 那就是說所有展覽在七月之前 都可以去開發 我覺得是啊 他都說兩個月內 陳老邦那天說派消費券 兩個月之內要搞定的嘛 這個是他們有死線的了 現在 七月是死線都好的 要不然無限多 那就真是慘啊 大家真的整年不用出街 有這個什麼 每樣東西都有一個限期的 這個都是王家衛的對白 哈哈哈哈 好厲害啊 麻煩你在你的studio那裡 哇 全部很多電影啊 真的 好啊好啊 多謝你阿輝哥 我們今天就聊到這裡了 好了 多謝了 多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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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